好,再说少一点 我们之前不是说了吗 并是不是里边有ID有name属性啊 我们一直用的是ID啊 它也有name属性 这里啊,意义是一样的 都是标识 都是它的标识,但不同的是什么 ID的命名 需要满足 XML对ID属性命名的规范 规范是什么 必须以字母开头 可以包含字母数字下滑线 连字符 什么是连字符 中间那个警号 中间那个简号 不是,简号 中间那个简号,是吧 连字符 还可以包含句号,冒号 就我们ID,你给ID起的名字 还可以有句号 可以有冒号,当然我们一般不用啊 那name属性呢 name就不一样了 包含什么都行 什么 加减称书符号里边都可以有 还加减称书都能有 所以呢 这两个主要是它里面包含的字符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我们一般使用 用ID用很多一些 这就是 并标签的ID属性和name属性的区别啊 了解就行 都可以用很明显的字符不一样 请两个证换 还是有一定的字符不一样 还有我们的名字们